最近现任元首们好像很忙耶 先是陈雪扁想要参加国庆 当然申请没过 紧接着11号这天 马英九办公室就证实 马前总统想要在11月 出访马来西亚 参加第八届世界华人经济峰会 不过相次申请翻纲 因为国安一律被拒绝 马前总统才这样酸人家呢 我没有知道香港是这么危险的地方 各位先生 这样这次申请会不会过啊 那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 这些相关的申请文件 那如果收到了 我们就能依照相关规定 好的选择来处理